即时新闻综合报导,行政院长赖清德昨时日表示,为解决台湾农与汉掌照方面的缺材缺工问题将研议以新南向国家劳动型移民填补台湾劳动人才。 社运人士王毅凯则认为应改善产业结构以自动化解决缺工。 王毅凯今日在脸书上评论赖清德以新南向国家劳动型移民填补台湾缺工问题的计划。 王毅凯质疑,开放更多低薪移工会影响台湾劳动的薪水更难成长。 王也说,尽管有企业主认同应提高台湾基本薪资,但台湾薪资不能本外劳脱钩,所以基本薪资高低联动很多工厂的外劳人士的薪资。 王并举例,台湾南部东部还有很多小型商家以基本薪资作为取薪,所以一旦薪资大幅提高,就会真的面临部分工厂商家无法负担。 王毅凯建议,要解决台湾低薪问题与缺工问题应该做到改变产业结构。 王指出很多产产可以用自动化解决缺工,这些也大多事外劳移工主要就业人口所吸纳的部分。 因此,王毅凯认为,预期引入更多外劳,不如改善产业结构。 王并补充,台湾产业也可能会因为外劳好用,就会越不想进行产业升级。 网友针对缺工问题回应王毅凯,美国时化业成本支出比例,仍是支出只占3%,只想发低薪的产业,永远只能低度。 发展或反问外劳薪资如果脱钩的话,资方会聘本劳还外劳? 本劳会主工会外劳会吗?